我今天需要修改 尋染列上面的顏色 尋染列原來的顏色是 應該是預設什麼 就黑黑的 可是黑黑看起來 髒髒的不好看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 改一下顏色 假設你今天希望改成什麼 改成 我們來多一點顏色 其實基本上就是直接選他對不對 剛剛是選他按Icon Data icon 去更改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要改顏色也非常簡單 有不要放上去 再來 就是有個叫Data什麼 Data 新名這個 有沒有 這個 你就選擇什麼呢 A B C D E 你不要選到F 因為F以後沒有顏色 就只有五種顏色而已啦 你不要說老師那其他顏色怎麼辦 就沒有其他顏色啊 因為 JK Mobile就提供給你五種顏色 那第六種顏色你要去制定的啦 變成你要去自己去定義才有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今天要改成黃色的話 那是 要改什麼 改一對不對 如果你這個新書登場你要改成 灰色的話呢 第四個 那如果你要改成藍色的話呢 第二個 這個有時候就五個而已就把它稍微記一下 黑 黑藍銀灰黃嘛 就五個顏色 就當成口訣記一下 不然以後書上查一下也有啦 OK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save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來看即時一下 OK有沒有看到 顏色就更改了 就只有這五種顏色 目前JK Mobile就只有提供五種顏色 那將來也許會更多啦 所以可以彩色什麼都可以放 那就可以 讓我們上面有多一點點色彩 OK 那後面的話呢 尋覽列上面可以加 顏色之外 那各位也可以試試看就是說後面 比如說我今天最新消息我今天希望什麼 我希望在這個上面 多增加什麼呢 這個前面有講過了 就是 所以請各位等一下可以做 就是說 我希望 點擊他之後 可以上面有回 回什麼呢 回上頁 本來是back對不對 那你把它改回上頁 而且按鈕本來是灰色的 請你把它改成黃色的 怎麼做 另外本來底下的顏色 不是什麼呢 不是黃色的 你也可以把頁面改成黃色的 在哪邊改 請你自己玩玩看 如果你改錯了 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有 復原件 可是上面沒有復原件 通常有問啦 其實你就記Ctrl Z就好了 做錯沒有關係 Ctrl Z一下 就還原了 反正就是顏色 記得就是 什麼呢